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擊的王柏璇 今天比較起來 至少賽前是沒有下雨 今天台南的天氣 雨大概下到過中午就停了 又是變化球盔空 王柏璇遭到了三振 也結束了一局上半台岡隊的進攻 在這個半局 羅王投出了三上三下 所以今天在球衣還有頭盔的部分 都跟過去不太一樣 周志成這一棒打在右邊方向 右外一手追過來 這個飛球最後遭到的接傷 對 那面對左偷打得比 面對右偷更好 對 一雷手來接住之後 拋給補位的投手 刺殺了打擊的陳傑憲 兩出局 很快就搶到好球速的領先 三個球就三陣掉了潘傑凱 他說盛吉士的內角球 咻 然後往上竄 那羅王就沒有那個咻 唉唷 哇 這個有咻到 這個有叮一聲 是 觸身球保送啊 面對右打者的被打擊率是一成九零 是 這中間就差距非常的巨大 沒錯 帶起來 這個飛球 三位野手都過去 但是都沒有機會處理 也找來這些有經驗的選手 那幾位野手來到台缸隊之後 他們的個人數據都是創下新紀錄 不錯 這一棒打在中間方向 又落地了又是一支安打 但因為蕾包上的跑者要確定這個球落地了才啟動 所以這支安打雖然是得點圈有人的安打 但並沒有為台缸隊打下分數 是 對 對決球要拿出來了 揮棒到頭 對羅昂對統一師對來講 這是一個關鍵而巨大的三陣 對 這顆卡特球其實投得比較高一點喔 但是成為神菲林是並沒有把握住 上場的打者是第九棒的林佳鴻 昨天的比賽有過一次安打 最近連續兩場比賽急出安打 打第一個球 這個球 在 右邊方向看到的是林安可 過去接殺了這個飛球 也結束了這個半局 兩號球兩敗球 右邊方向這個飛球要看落點 哇 剛好 打在手套上的樣子 其實還有一顆紙插球 哇 這球被咬中了 被逮中了 所以外野手根本已經放棄了 這是 魔鷹喔 今年賽季第27號的全壘打 是一支兩分打點的全壘打 今年的打點數也來到了87分 現在領先的林安可四分打點 我覺得這個打起有一點太執著在用他的四封線訴求 在面對魔鷹喔 跟他魔鷹打到後來對速度已經開始逐漸習慣的情況下 這一球就直接咬中 其實因為像有的球隊他會面臨說有的球員回來你好像不得不選他的這種狀況 然後比如像2020年的 哇 先看這一球 左邊方向的安打 承接線今年賽季的第128隻的安打 現在還有單獨站上的安打王的寶座 來看一下溝通之後的這個球 安傑凱打成一個右邊方向的飛球 二壘手向後退 在草皮接殺了潘傑凱 哇這個球 基哥並沒有掌握好 又是一個二壘手 欸 誰來處理結果都沒有接到 都沒有接到 哇這個球不知道溝通上是不是稍微有問題喔 因為陳飛霖退得很快的情況之下 他到最後是蠻早就轉身背對這一顆球喔 嗯 哇他今年已經算是哀鴻率相當低喔 對 因為要超過20局才被打一支全壘打 這個球右邊方向打得強勁 快要出去是一支安打 現在二壘跑走 如果三壘之後要回本壘得分 這一支四次的安打攻下了第一分 同一支對第一分 一號三壘這個球數對打者是蠻有力的 哇揮棒落空喔 一點是要跑走走喔 但是台鋼隊這邊怕雙道咧喔 這時候有一點投鼠忌氣喔 對 不過台鋼隊這邊內野並沒有取潛 胡敬龍的球速兩好三壞 偏低 形成了四壞保送 這回到訴求嗎 這一個訴求被陳同廷逮中在左邊方向 這個翻牆落地落地 壽星的威力 現在統一師隊要超前了嗎 二壘的跑者現在回到粉壘 在粉壘這邊safe safe 哇剛剛這個轉傳喔 頓了一拍喔 所以讓統一師隊多得了一分喔 嗯 其實二壘跑者繞過三壘的時候 也稍微頓了一下 是 那最後還是快了一步回到本壘喔 現在台鋼隊教練團在討論說要不要挑戰 剛剛看起來是不是在問說 欸本壘這邊safe還是out 對 這個球送到了右邊方向 來看一下這個距離應該是足以形成高飛先打 中外手接殺了這個球之後 三壘上了跑者回來 在三壘這一邊 safe 脆脆脆 那在 沒有辦法再投更多保送的情況之下 只能往好球在中間塞喔 哇又是一個好球在中間了 三壘上了這一分要回來 許哲樂也參加了這個打 這個半局的打擊派對 這時候一尾跑者還啟動 但這個飛球 這又是遭到了接殺 對 目前在打點數呢 磨印87比84領先的林安可三分 還是沒有投進去喔 所以 這個半局的第一個打者 還剛剛投手右投保送 那另外的七位打者都已經有上尾的技能 這個球 右邊方向是一支安打 一壘上了林安可現在上二壘喔 滾地球 游擊手接球先傳二壘要再往一壘上 這球傳偏了 不然應該是有機會抓到一次雙殺 還是希望他可以打滾地球出現 所以台岡隊的二壘是做雙殺的步陣 這個球被帶起來在左邊方向 進手套 但三壘跑者要拼本壘 聽過轉傳就來不及了 是 林安又是一支高飛西恩打 他連續兩個打擊都打出了高飛西恩打 中間方向的飛球 進到了陳文傑的手套當中 那也讓他下去會軍做了調整之後 現在就是要觀察能不能夠把這些東西拿出來 對 整個滾地球傳越出去是一支安打 變化球讓王柏榮揮棒落空遭到了三陣 哇 又撈起來 這個飛球進到了林安可的手套當中 是 不然剛剛那個進了點是某人喜歡的位置 對 他最喜歡攻擊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腰帶下面到膝蓋中 中間這個位置 反流方的界外球 接到 哇 那這個半局同一四隊是要從第四棒的基哥陳文傑 開始打 打第一個球 這個球來看一下落點非常巧妙 是一支安打 今天陳文傑的第二支安打 今天摩英又打了一支全雷打 所以目前在排行榜上摩英領先了 第二名的吉吉老鼓 冠有四支的優勢 這一棒撈起來 在中間方向陳文傑 追追追追追追追 追不到了 林安可 紅不了 今年賽季的第十九號 也是一支兩分打點的全雷打 所以在打點的部分 現在林安可又追上來了 同一四隊非常需要林安可 找回自己的長打本色 其實昨天也有看到林安可去挑戰中外野的全雷打強 但是距離剛好差一點 今天沒有這個天氣因素干擾之後就飛出去了 來看一下今天賽前跟比賽中兩位七十七號都要跳舞 好啦 給過啦 滿有誠意的 對 差一分而已 這個變化球 成為想揮棒落空 補手 撿球 傳一蕾 完成了這個三陣 一出一出 反方向的穩定球 三壘手 並沒有辦法確實地接 是 舒志杰現在要往二壘 啊 跟裁判也撞到啊 不過還是順利的上到二壘啊 對 對 這一個變化球 欸打者覺得是有插棒 是 接下來是不是 協保錡這邊有可能把他的武器球拿出來啊 對 我敢這一棒被逮中啊 其實這支安打 二壘上的跑者繞過三壘之後要回本壘 小黑在這場比賽的第五個打擊擊出了他在這場比賽的第一次安打 是 天敵選到了四壞球保送 哇這球拉掉了 變化球進到了好球袋 黃俊彥在上次的出賽是在九月十號的比賽當時面對富邦隊啊投一局 先來看一下這個球遊擊手向後退 接殺 昨天的比賽他有一支三壘安打 他有三分打點啊 這回則是三壘方向的滾地球 陳正平接球傳球沒有問題刺殺了張兆遠 兩出局 上一支安打出現在五月十一號 左邊方向的飛球 這個飛球最後 接到了 接到了 這是一個精采的手臂 美技也結束了今天晚上這一場精采的比賽 紅石隊最後是以九比二打敗了台鋼隊 在這個系列賽當中收下了二連勝 哇這個飛球接到蘇智傑非常的開心 是 可能比羅大哥拿到滲頭的羅大哥還開心啊 沒錯 那羅大哥今天不用問天啊 羅大哥最場比賽他是拿到了滲頭啊 今天賽季的第六勝啊 這是新世代的外野三軌嗎 對現在有四軌喔 看一下這一球 哇已經是在外野幾乎已經是極限的一個位置了 哇蘇智傑夠高彈性也夠好啊 對而且我們可以看到他跳起來的時候 最後手套打到的位置已經是在這個 拳天塔牆上緣那個黃線喔 對 那如果沒有接到的話有可能是一支長檔 對 那接到的話就是明天見啊 對應該 就算沒有接到應該是不會出去啦 但是應該是會打在牆上啊 對 那也希望這個美技守備喔 可以幫蘇智傑找回一些比賽的感覺喔 對希望能夠帶動他的大吉喔 對 好經過挑戰還是維持原判啊 那也結束了今天晚上的這場比賽 同時對9比2贏球喔 羅王拿下了今年賽季的第六勝